一名受困水泥块缝隙中的小女孩 眼神惊恐 奄奄一席 渐渐失去意识 守在一旁的叙利亚白头盔救难队员 轻声细语呼喊女孩名字 还唱起童谣 希望让她保持清醒 就如同这名女孩 正在受困者们情况越来越不乐观 因为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 尽管抢救最佳时机已经过了 还是有幸存者奇迹般获救 画面中的救难人员 从断圆残壁中爆出一名神情惶恐的小婴儿 直到婴儿开始嚎啕大哭 大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久后婴儿的爸爸妈妈和其他家属也接连获救 一家四口受困三天 最后全数生还犹如神迹 灾区奇迹不断 土耳其南部重灾区一处倒塌的医院建筑内 搜救队甚至一口气救出16名小婴儿 政府还特地派来总统专机 接送这一批宝宝 送往首都安卡拉救治 当地媒体拍摄的照片中可以见到 婴儿们裹着毯子 躺在医护人员的怀里 安稳搭着飞机 镜头转到距离正央不远的家境安泰普市 这一名受困62小时后才获救的妇女 依然神智清晰 还能讲述自己受困瓦力堆下的过程 从土序各大灾难现场传来的最新画面 都能清楚见证 许多在地震浩劫三天过后 才被解救出来的灾民 依然充满生命迹象 这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让国际救援行动存在更多希望 也证明了受困者们拒绝向死神低头 环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